Frodo 百年翁系刹车品牌 得您信赖 Ultra Dash Z3 地表最強のDual Lens 高导沙发按摩椅 智能声控 动口不动手 那带我们家要去哪 搬家 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睡好了 今天也是 我昨天到5点钟还睡不着啊 其实我已经那个了 我昨天有去达关城稍微整理一下 半夜吗 对啊 昨天Polo下班还说还是我跟你去 我后来想想不要好了 因为我这个人一整理起来 我会发生病的那种 我跟他说我可能会整理到凌晨 我觉得你还是先不要跟我去好了 结果真的整理到1点多才想起来 哦 要回家了 我把那个我长袖的衣服都挂好了 哦 你衣服已经整理好了 对啊 衣服已经先拿去了 等一下还有 哇靠 其实我昨天晚上我以为还很少东西 结果还很多啊 好像还有四五袋 然后两个柜子 一个电风扇 我们要先回旧家拿东西 对 我要先回旧家拿东西 等下大家知道我旧家在哪 我那个在旧家的时候 我点Uber也被认出来 而且不止一个 好恐怖哦 而且还有一个连续遇到我三次 他说 诶 戴董又是你哦 我又送到了 后来如果都是他送我都给他小肥 不是 因为这也很奇怪 我又在这家 然后刚洗完澡 头发还没吹 然后穿的很拉搭的时候 会不会到时候接手了 是我们的观众 有这么巧吗 如果有这么巧的话 你会再跟他合拍镜吗 没有 他就说 为什么阿呆房间那么乱 说 那你怎样 诶 阿呆那个马桶快掉了 你之前怎么用的 阿呆那个床怎么 嘰嘰乖乖的 你之前怎么用的 什么问题都不找 王总 我先问你 对啊 走吧 快到了 诶 无头啊 我OK的啦 这边 这边就是我刚刚已经先拿出来的 干 你没有想到说太多了 我就跟你说很多 现在去拿房间里面的 来的 就这样 这样 要论多了是吗 好 来 这是一张酸冷床 放一个冰箱 到时候我等一下 还要再回来整理 诶 这里还有什么东西啊 诶 有阳台哦 有啊 有自己晾衣服的地方 这是我刚刚早上喝的饮料 我还有牌吗 我不知道 时钟是你的吗 我的 当我想说就留给他们包 我想买新的时钟 再来就要搬 走吧 我们搬碗再给大家看 如果我要帮他搬 来布 感谢芒果 再请一吃饭 耶嘿 还用吗 没了 诶 这里其实才是五分之一而已的 因为其他的我都自己搬上去了 好 还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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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人在帮的正宗 我在搬家的啊 所以为什么我都喜欢 凌晨搬家就是这样 这么船这段是可以用的吗 可以啊 才要真实感 走 去打官 请你喝饮料 买有品了 我来到 曝光沥水的买三送一啊 要不要先喝一口 Wincent哥介绍一下 W姓有人 我开了 我看你哪一只在那边不好开 好什么啊 是双鱼座啊 对 又不像什么牡羊座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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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会公 equilibrium座 诶 诶 诶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萌鱼座很棒啊 男生啊 男生 ok啊 我们一定要开这种地图通 这不能见进去吧 这不再Video 我先把名字讲出来 就没问题了 阿闻 听到ông 特色是pn faut 发 我检查一下我们的要盒 走 拍什麼鑰匙 然後電動鑰匙 然後電動鑰匙 電動鑰匙 電動鑰匙 然後電動鑰匙 電動鑰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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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事在用電動鑰匙 電動鑰匙 電動鑰匙 好像笑公 對啊 公有 公有 那我應該換一個大圈圈 掛在皮帶上 對啊 幹你 太多鑰匙了吧 好了 出發前往 大家關 GOGO GO 塞了多久 其實今天比較快 有三十分鐘吧 應該沒有 二十分鐘 嗯 塞了十分鐘 現在開始 上 上 3 是那個嗎 最上面還有 這個就是 達冠 歡迎 立臨 達冠社區 終於到啦 還沒 還要爬一陣子 對 大概還要再三分鐘 欸 這邊其實蠻酷的耶 這邊好像另外一個 宿外桃園 嗯 還是一個大社區 欸 這裡就是老闆貂匙那裡 這個彎 到了 好 你看這個 來來來來來 你照這個斜坡 這個這麼斜 請問我要怎麼降避震 真的知道為什麼 我說不能降喔 媽啊 我降了媽啊 這整條都在爐喔 來開箱 阿呆的新鑽 登登 歡迎來到我家 雖然說還沒整理好 但是 這個裝潢 好讚喔 先拍個view給大家看 阿呆 你缺室友嗎 缺女的 缺女的喔 可惡 我要整理到一個程度 讓貓可以進來 不然他們這些東西 一下就 這大貓正式 真的就在裡面了 對啊 所以我要先整理房間了 浴室做好了嗎 好啦 你可以進去看啊 好爽喔 你介紹一下我一個嗎 手順多嗎 很多耶 幹衣服超多的 還沒擺 還沒擺完耶 對呀 你放得下嗎 我在思考這問題啊 超多衣服 我來眨眼 這邊是 測試安區 外套區 你有超多衣服都是 我沒看過的耶 你沒有穿來上班 長袖區 上班 又不是穿給你看的 然後這邊是比較 偏風衣的地方 這邊 會放短袖的襯衫 然後這邊是短袖的T恤 T恤 T恤 歡迎參觀我的衣櫃 這裡是短袖襯衫區 短袖 長袖 下面是 縫衣 外套 那是外套區 外套區 那我買東西就是包色 嗯 就一件藍燈 一件黑的 好 這件然後直接轉去 那件是我朋友送我的 謝謝你 我隨便給你 而且他 是去那個展間買的 他騎 騎機車去展間說 我要買外套 可以搭你那個耶 因為不是有一件那個 GTI的T恤 對啊 那他們就送你整套給我啊 那我幫我摘下杯子啊 聽說這外套已經不便宜 這邊介紹一下嗎 來我先看一下 SL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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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有印象的 然後這個 這個跟真的是一樣 然後這個跟這個也是一樣的 我就說我買東西喜歡包色 包色 紫禁王朝 這是古著店買的 這個也是古著店買的 這兩個也是啊 那個我也是包色的啊 這個 這個我好有印象 這個就是被那個啊 被網網笑說是那個 像日葵小班的衣服 XDDDDDD XDDD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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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DD XDDDD 我看到這個 G63 真的啊 看你老師的衣服啊 麥山件啊 包色啊 超帥 XDDDD 我最喜歡就是塗在後面 竟然都介紹到 看你老師了 來這邊 NEO 看你老師了 好看 欸這很帥 色色咖啡 偷色咖啡 偷色咖啡 欸 觀眾福利 這裡有QR Code 燒進去會有小驚喜 我不能穿 你又 看我很少穿衣服 嗯 好啦 繼續整理 耶 整理的差不多完成了 有點超漂亮的 角落 然後 貓咪 跳跳跟大圍巾的東西 這邊還有一隻 黃黃 今天大致上的整理就到這邊 等下就要回公司了 哈囉大家 今天是8月20號的禮拜六 現在是1點07分 其實我剛剛12點半在氣窗 所以臉有點腫 反正呢 今天就是因為上次拍了搬家的影片 然後那天忘記拍到結尾 這是我家的貓 跳跳 所以呢芒果請我拍一天我的生活 但因為我的一整天生活 我的假日生活應該都在這張沙巴上度過 所以我等一下應該會 簡短拍一個room tour 給大家看一下說 如果從7月9號搬進來 然後住到現在應該已經有一個半月了吧 所以讓大家看一下 我住進來之後這個房子變得比較有生活感的樣子 但在介紹之前我要先掃地 因為有點髒 那就掃地吧 好啦那剛剛稍微就倒掃完了 然後要先跟大家解釋一下 因為我有一個怪癖 就是我不讓大家看我的腳趾 今天是因為要拍影片 所以我有穿襪子 我穿襪子 不然我平常這一家是不穿襪子的 然後我們現在在大門 然後我們就開始從大門開始看吧 玄關進來呢 左邊這就是上次老闆留給我的 那我就沒有在動了 然後下面就是我出門要帶的 鑰匙錢包 耳機 然後下面就是我的鞋子 再來這邊也是鞋子 我鞋子雖然說沒有很多 但是就 2 4 6 8 10 12 15 15雙 有一雙比較特別的是這個 有寫我的名字 然後玄關一進來了 這裡有一個柵欄 因為我怕我家的貓跑出來 所以弄一個門跟柵欄分開 柵欄分開之後就是客廳了 我們先從廚房介紹 廚房基本上就是完全沒動 因為我來到現在我還沒開過 然後還有一個這台我也還沒用 這個氣泡水機我都是蠻常用的 因為氣泡水好喝 然後再來就是這邊 這邊就是洗烘托的洗衣機 你看牠跑過來了 你還跳啊 你還幹嘛 我們來試試看 叫大圍巾大圍巾會不會來 大圍巾 你還過來嗎 欸 你看 這隻是大圍巾 這隻是跳跳 因為大圍巾的圍巾比較大 所以還是大圍巾 伴娘的小圍巾圍巾比較小 所以就小圍巾 如果芒果你有看到這裡的話 你再幫我放一個家族的關係圖 然後 好 這邊呢就是原本 除霧間原本那一片黃色的 那我就是加了一個時鐘跟一個 漫威的壁掛 這個從我之前租的地方就用到現在了 然後在門店也是舊的地方用到現在 上面這三個也是 客廳大概就是長這樣 其實我就沒有在做太多的更動 這邊就是放大圍巾跟跳跳的設施吧 然後這些就是他們的一些小玩具 但是這些玩具他們其實都沒有什麼在玩 因為他們每天就像這樣 一直看外面一直看外面 然後外面有鳥他就想去抓他 像大圍巾現在不知道又看到什麼了 然後他們就會一直往窗戶跳 幹我都很怕他們把窗戶撞破 然後這邊有一個茶几好朋友 但是目前我還沒有好朋友來家裡 所以這個還沒用到 所以我先把它靠邊放 這樣整個客廳看起來就會比較大一點 然後可以看到這個是沙發 沙發我有背兩顆枕頭跟底下有一個棉被 因為我白天如果會睡覺的話我睡在這 所以我乾脆就把枕頭跟棉被放在這 但這個沙發很奇怪喔 這沙發很好睡 但是只有白天睡得著 我晚上如果在這我睡不著 然後過來這邊就是原本老闆的電腦桌 然後現在我也是在這邊用電腦 然後這邊這兩個是我送給自己的生日禮物 今年的生日禮物 這個是阿斯拉 然後這個是黃雅 這兩個買到現在我都還捨不得開 所以放著也好看 然後這個也是我朋友送我的生日禮物 I am good 大概就是這樣 我之後我想要買一個鋼鐵人的頭放在這邊 然後再放一個鋼鐵人的那個反應爐放在這邊 然後再來就是房間好了 房間上次你們大家應該也看過就是 就是這樣 前面那一段的時候我還沒換床單 那我換了一個之後比較有整體感一點 然後這個這個是大約寄給老闆的地墊 但被我幹藍柚 喔然後還有這個 氣氛燈 觀眾應該知道我最喜歡氣氛燈了 然後這個比較奇怪的是我一個人住 然後但是我有六顆枕頭 在家外面兩顆八顆 因為我喜歡抱著枕頭睡覺 然後旁邊這邊幾乎都沒有放東西 是因為我好像也沒什麼東西可以放 然後兩件衣服是因為貓都會去那邊睡覺 那所以這邊就留給他們睡 所以我房間大概就是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廁所 廁所就是 就跟你們上次看到的沒有差很多 我後來加了這個鏡子 因為原本沒有鏡子 我看不到自己在幹嘛 那基本上大概就是這樣子 過了一個月一個半月之後 我家大概就是變這樣 就是比較有點生活感 也比較開始有點亂了 那輪廓就到這邊了 等下就要加個午餐吃吧 因為我假日很懶得出門 所以我都是叫富潘達 好啦我剛剛已經交完我的午餐了 我午餐吃炒飯 加一個鍋貼 再加一個貢丸湯 他說要20到25分鐘 所以我就來慢慢等 我來看個Youtube 然後錄個說實 好啦我剛剛去拿午餐回來了 然後就是這樣 一份鍋貼 一份炒飯 跟一個公安湯 基本上這樣吃完 我就不會吃晚餐了啦 就這樣你們就看我吃飯吧 現在是5點49分 剛剛應該從說實上 應該看到我在沙發上睡著了 大概睡 我覺得應該有一個小時多吧 我就說那張沙發有魔力吧 躺在那邊就是想睡覺 但是限定白天 晚上在那邊就睡不著 然後我的一天就是這樣 就是睡醒 然後吃飯 然後看劇 看劇看到一半 然後睡著 好我現在睡醒了 我要繼續看劇 等一下會不會睡著 不知道 所以繼續錄說實吧 好 耶好啦 一整天就這樣過過了 然後你們剛剛看前面的片段 應該也看到我一整天都待在沙發上 我看了一整天的night face 看到忘記時間了 然後現在是4點10分 也不早了 所以我剛剛已經先去洗完澡了 所以我等一下差不多來睡覺了 那我也不知道我在拍什麼 反正就是 盲果叫我拍我一天的生活 但是我一天的生活 就是這麼無聊又無趣 就是耍廢的一個人生 等一下準備睡覺了 然後 喜歡我們影片記得訂閱分享 按讚開小鈴鐺 下次見拜拜 我要睡覺了 晚安 晚安囉 拜拜 拜拜